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导致的邪热拥肺的治疗 发汗后 这指的是一般来讲 就是说在表的时候应该是用发汗的方法 但是如果真的是表证的话 汗后一汗就二解了 对不对 它发汗以后 不可更新柜子汤 就不能再用柜子汤了 说明它在不在表 不在表了 这是一个 162条下后 就是这个正后 用了下的方法 用了下的方法 就是说一般来讲 表证用下法 往往会导致邪气 随着下法而入礼 这是一个病因 不管是用了汗法也好 导致的病邪不解 热邪传礼 或者是用了下法以后 病邪传礼也好 都是说明什么情况 说明它原来的那个表写 已经是没有了 对不对 原来表写没有了 那么现在的这个正后 是个理症 理症 它的症状是什么 汗出耳喘 无大热 这个就不太好理解了 汗出耳喘 那是不是表证的汗出耳喘 如果是表证的喘 一般都建于麻黄汤症 那是无汗的 对不对 如果有汗的柜子汤症的话 一般来讲它不太喘 它都是下肢以后 才出现微喘 或者是有笑喘的病人 有柜子汤才才会喘 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它会会有其他的症状 在这个地方 汗出耳喘 应该理解成什么呢 是由于理痒庸肾 理痒逼迫经验外泻 就出现了汗出 理痒庸肺 导致了肺的宣降功能失常 出现了产出 那就是我们讲的一种肺热而喘 多建于一些肺炎 大液腺肺炎 小二麻疹转肺炎 这些 出现这些情况 发烧 产出 出汗 那么无大热是什么意思 这里的无大热 不是指这个症后没有热像 没有大热像 耳是什么呢 耳是它是表无大热 它为什么表无大热呢 从另外一个侧面告诉我们的 就是汗处过多 因为汗处的多 体表的汗很多 那么随着这个汗呢 它可以带了散掉一部分的体表的热度 就像我们发烧有时候擦酒精一样 对不对啊 酒精一擦以后体表的温度就降下来了 是不是啊 汗处多的时候呢 也会出现这个情况 也会出现体表的温度会降下来 所以这里是表无大热 体表无大热 并不是理无大热 所以从这个无大热呢 相反的衬托出什么呢 衬托出呢 理热胜汗处多 理热胜汗处多 因此治疗的时候怎么办啊 治疗啊 清热先肺 降气频传 用了麻杏干食汤 麻黄四两 杏仁五十个 干草二两 十高半斤 十高是半斤 十高是麻黄的一倍 上四位 一水七身 煮麻黄减二身 去上摩纳煮药 煮取三身 去自温服一身 那么这个方子呢 是重用了十高配麻黄 十高心理热 走阳明经 对吧 麻黄呢 走太阳肺经 一身一降 最能够心善 透发肺中 胸中的预热 可以达到 宣肺 平传 的效果 性人在这地方呢 可以呢 宣降肺气 帮助麻黄呢 来个 宣散肺的预热 帮助气急的升降 来达到呢 宣肺平传的功效 吃干草在地方呢 是核中缓急 调核主要的 所以这个方式呢 是常用 经常又有一些 肺热的疾病 各种肺部感染啊 肺炎啊 这些 都有效果 好 这是一个 下面我们再看 白虎家人生汤 白虎家人生汤 看26条 富贵子汤 大汉出后 大肝科 不解 卖宏大者 白虎家人生汤 组织 看没看到 26条 富贵子汤 大汗出后 富贵子汤的话 一般来讲呢 就是应该是 微微出汗才好 是吧 不应该用大汗 那么这种 大汗出后来 会导致什么情况啊 会导致 精液的耗伤 会导致精液的耗伤 如果有内热的话 那么内热就会 因为精液的耗伤 而导致更加直胜 更加直胜的 这是一个 你怎么知道 他的内热直胜 精液耗伤呢 他这里有一个 很重要的症状 就叫做 大凡可不解 大凡可不解 大就是厉害嘛 凡是因热而凡 因热而凡 口渴 非常口渴 大凡可不解 卖红大 卖像红大 所以这条症状啊 就是我们所讲的 大汗 大热 大咳 卖红大 所以我们学阳明经的 四大症状 从哪个条文来的呀 就从这二十六条来的 从二十六条来的 我们学中基的时候 说中边的时候 中医 编证 编证的 学中基 不都是讲吗 四大 四大 什么四大症状啊 大热 大可 大汗 卖红大 既然是有这四大的症状 从哪里来 就从二十六条来 从二十六条来的 那就是说明 他这个 这个 汤方啊 礼热 直胜 而且这种礼热呢 在哪里啊 在阳明未热 啊 阳明未热 所以这条是这样的 啊 阳明未热 所以治疗的时候 应当是轻热 因为他导致了 精液的耗伤 是吧 他还要加上一些 一气 生精的药 所以用的是什么呢 用的是白虎加人参汤 白虎汤就是 芝麻石膏 干草精米 对不对啊 那么加上人参三两 治磨六两 事高一斤 治肝草二两 精米六合 人参三两 你看这个方子的量级啊 就比较大了 啊 这是为热抗肾 理热直肾 的一个方子 的一个方子 白虎汤是清热的 加上人参三两 补气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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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气筋的 这个方子呢 治疗一些热性病啊 效果很好 啊 它可以治疗一些 肺炎啊 大疫情肺炎啊 就这个方子 合一合上面的麻性肝脂汤 何方 来治疗 效果就更好 啊 这是一个 好 下面我们再看下一条 戈根秦殿堂 三十四条 太阳病贵之症 一反下之 立遂不止 卖出者 表未结也 传耳汗出者 戈根 黄秦 黄年堂 组织 这条讲的是什么呢 这条讲的就是 太阳病啊 或者是用为 物相 或者呢 也不因为物相 病情啊 正常的传变 都可以导致什么 都可以导致 邪热内传 这种内传的邪热呢 逼迫大肠 出现了下痢 就是这么意思 太阳病贵之症 一反下之 如果是贵之症的话 太阳病 是用下法 应该用焊法 当然是用焊法 用下法 用下法就是物质了 它就会导致 病邪传理 对吧 入理 化热入理 或者入理以后呢 和邪热互结 出现了一个 热魄大肠的症状 这个热魄大肠的症状 就是利随不止 就下利 虽然是表现入理啊 但是表现有没有完全入理呢 还没有 从哪里看出来 脉醋 这个醋啊 当积醋来讲 脉向积醋 说明他的病机啊 仍然有向外 向表之机 所以宗景在条文里面 就告诉我们了 说 表未结印 这是一个 就是下利 脉醋 同时还有一个症状 叫 传耳汗出 这个传耳汗出 就跟前面我们讲的 麻姓甘士汤的汗出耳喘一样 是因为拟热逼迫 出现了 精液外泻 出现了汗出 麻姓甘士汤 病变在 他喘 他讲的过去 那么 葛根秦连汤 病变在哪里啊 在大肠 那在大肠 怎么也会喘呢 这个地方 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中医的奥妙了 肺域大肠是相表理 大肠热邪之圣的话 仍然可以导致 喘出的产生 所以这种喘出 不要自喘 我只把你大肠的热一清 其喘自平 这就叫不治而治 这就是中医的奥妙了 所以你学中医啊 这些地方就是画龙点睛的地方 就要不治而治 我没有治他 他就好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抓到了 主要的矛盾所在 主要矛盾解决了 那么其他的问题 都是迎刃而解 这就是传尔汉书 用的是隔根清炼汤 用隔根清炼汤 来干什么呢 解表 清热 止力 隔根清炼汤 是哪些药啊 隔根半斤 甘草二两 黄秦三两 黄年三两 就这么四位要 上四位 以水八身 献祖隔根 减二身 纳珠药 祖取二身 去之分文在佛 这个方子里面呢 是重用了隔根 隔根起什么作用啊 隔根是走阳明经的 他的性质新良 他善于鼓舞 胃气上升 能够清热 生轻 达到止力的效果 这是首选的药物 第二 黄情黄年 黄情黄年都是苦寒的药物 走位于大肠经 苦寒坚阴 坚阴可以止力 这是这两味药的主要作用 加甘草 温味安中 和味安中 可以调和猪药 所以这个方子啊 四味药的主成 非常奥妙 它既有辛苦开降的道理在里面 也有辛苦良润的 生轻的作用在里面 心透苦降 寒以身热 苦以坚阴 坚阴而止力 是临床上治疗 常日下力的一个 非常有效的方器 可以治疗多种日性下力的 肠炎啊 腹泻啊 俊粒啊 还有一个楚食 夏天啊 夏粒啊 都可以 好 下面还有一个方子啊 黄情汤 黄情汤的 黄情汤在讲 太阳与少阳合并 自下力者与黄情汤 若偶者 黄情家 拜一下 生姜汤组织 172条啊 这条是讲的 太阳与少阳合并 什么叫做合并 两条筋 或者三条筋的症状 同时出现 就叫做合并 那这里的太阳少阳合并呢 就应该是太阳或少阳的症状 同时出现的 那我们这里的太阳症状是什么 这哪里啊 有没有啊 看不到 对不对啊 烧阳的症状是什么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也没有它的主阵 对吧 对了 那么现在呢 所有看到的一个症状就是下力 下力可以建于六斤之中 每条斤都可以下力 太阳可不可以下力啊 可以 阳明可不可以下力啊 也可以 少阳可不可以下力啊 也可以 太阳 少阳 就应该都可以下力 那你这个地方下力 你知道是哪里的吗 不知道 怎么办 以方测证 这是学习章 终景的 学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方法 就叫做以方测证 上次我讲过 对不对啊 讲没讲过 讲过了啊 对 要以方测证 来看它的病激归属 那么我们这个方是什么方啊 黄情 勺药 甘草 大枣 这个药物啊 就可以看出来了 它是偏于哪里啊 偏于清洁 少阳的嘛 泄 泄热的 因此呢 对这个太阳与少阳合并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理解了 太阳与少阳合并 它只是提出来这个疾病的来路 知道吧 一开始是太阳与少阳合并 大家都看到的 随着病情的变化 太阳病的症状 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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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消失了 不显了 少阳的一些其他症状 显不显呢 也不显了 留下来的只是少阳胆火 内魄与大肠 出现了什么呢 出现下痢的症状 这种少阳胆火 内魄大肠出现的下痢呢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什么呢 就是立下不爽 立下不爽 就是拉得不很爽 同时呢 担有什么呢 年历难解 肛门灼热 肛门灼热 一会儿想解 解又解不出来 又觉得解完了 哭着提起来 又出现下症的症状 又要想去解 这经常我们出现了一些 腻疾 腻疾就是这样一些症状 担有什么呢 担有料吃 口渴 口苦 发热 脉象 悬术 这些情况 都可以见到 这是一个 这是讲的是下痢 如果肩有藕 就除了它的 烧羊胆火 内魄大肠 下痢以外 它会出现 胆热犯胃的症状 知道吧 导致了胃气不合 那么在上方的基础上 还可以加上什么呢 加上 拌一下 生姜 拌一下 合胃 是吃藕的 对不对 生姜也可以呢 善水之藕 合胃 所以这个呢 就在黄秦汤方的基础上 加上的药物 所以加减法 黄秦汤是后世 自立即的 主要的主方 后世自立即的许多方 都是从黄秦汤 隐身化财演绎而来 这一点我们要知道 这是我们讲到的 这个 热症 热症 好 下面呢 我们就要讲下一章了 下面我们开始讲什么 讲蓄水症 太阳蓄水症了 太阳蓄水症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篇章 我们首先看看 看七十一条 太阳病 发汗后 大汗处 胃中肝 烦躁不得眠 欲得饮水者 少少欲饮汁 令味其合则欲 这是一段 这是一段 一成一色 下面呢 若迈福 小便不利 为热消可者 五零三组织 这也是一段 这是主要的一段 太阳病发汗后 大汗处 胃中肝 这个指的是什么呢 这个指的是太阳病发汗的时候 应当注意到 应该是 为事由汗者一家 不可令如水流离 并避不去 你没有遵循这个教导 而导致了大汗 它就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最常见的结果 大汗是上阳气的 就是在我们前面那些虚证里面出现的新阳虚 对不对 柜子干草汤症 柜干龙抹汤症 柜子去烧药 叫龙果母 丽丽汤症 柜子加龟汤症 这是因为大汗处导致的阳气损伤 这是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呢 大汗处以后呢 会导致经业的耗伤 经业的耗伤 最常见的 就是仅仅表现的是胃中干 口干 口渴 这最清闻的 厉害的呢 经业耗伤以后还会出现什么情况啊 会出现热血船里变成了白虎堂症 就前面的 对不对啊 富柜子堂 大汗出后 大盘阁不解 卖洪大者 白虎加人参堂组织 是这样一个结果 我们这条的前半段呢 是一个最轻的结果 就胃中干 出现什么情况呢 这个出现了口干 晚上啊 出现了一点烦躁 睡不好觉 像这种情况 还要想喝水 怎么办 这个喝水很有讲究 一定要少少欲引之 令胃气和则欲 这是很关键啊 少少的 喝 也就是说 你喝多少水 它能消化多少水 就好了 如果你说口干得很 我猛喝 我一顿喝掉一水桶 行不行啊 那就不行啊 嘴巴舒服啊 口倒是快活了 嘴巴舒服了 肚子舒不舒服啊 肚子不舒服 就像我们平常吃东西一样啊 好吃的东西 你也要看了 看看自己啊 能吃多少 不要贪图一丝 嘴巴快活 喝酒嘛 嘴巴喝得多快活啊 吃菜嘛 香嘛 嘴巴吃得多快活啊 嘿 想吃火锅嘛 拉得多安逸啊 吃嘛 吃下去就吐不出来咯 对不对 哎 你后面就等着你受罪吧 脏肚子 喂你烧桌 对不对 哎 然后就想吐哦 啊 就来了 这喝水也是一样 啊 就是 要少少预影子 那这个地方 他有一个 打了一个伏笔 打了一个什么伏笔呢 就假如我不少少预影子 怎么办 我多多预影子 怎么办 这时他就会变成另外一个症状 叫复令肝草堂症 啊 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出现水亭中焦 的正后 当然条文没讲 这是我告诉你们的 啊 这里打了一个伏笔 这个伏笔呢 就是水亭中焦和水亭下焦 等一会儿呢 要有所区别 啊 这是一个 就告诉你 稍稍欲影子 这就告诉你了 后面呢 就是若迈福 小便不利 为热消磕 则武林散组织 这个就是武林散证了 武林散证就是什么呢 就是迈福 说明表邪人在 小便不利 就是下焦气化不行 为热 还是表证 未解吗 未出镜吗 为热吗 消咳 这个地方 最关键的症状 就是消咳 什么叫消咳 这个消咳 和我们后世的 讲那个疾病 消咳病的消咳 是不是一回事啊 不是一回事啊 不是一回事的 这个消咳 是一个症状上的描述 描述口咳的厉害 就是喝了水下去以后啊 很快的又口咳了 就叫做什么呢 叫玄和玄消 就消了个水啊 无形中消散了一样 根本就没喝水一样 叫玄和玄消 就不知不觉的 谁到哪里去都不知道 消散了 所以称之为消咳 这个消咳呢 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今夜不能够上计 才口渴 他为什么今夜不能上计呢 这就是他的病机所在了 就是因为 邪热若底 出现了是呢 水热 互结与下交 以下交的停水啊 互结 影响到下交的 膀胱的气化 膀胱者周都之观 对不对 今夜长烟 气化 只能出烟 是不是啊 那么影响到膀胱 那膀胱的周都之观的 功效呢 就不能发挥 今夜长烟 气化 只能出烟 他就不能出气化了 不能出气化 那就是什么意思啊 就该生疼的今夜 不能生疼 该下驱的 招搏 不能下去 那么他的症状是什么呢 今夜不能上层 口渴 啊 今夜不能上层 就越会口渴 越会口渴 就越要喝水 越要喝水 就越是下降 水热互结 消遍不利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知道吧 他这个 症犷很有意思 就是水热互结起来了 水热互结起来了 这是一个 如果 热血比较重的情况下 水热互结嘛 对不对 热血比较重的情况下 还可以见到脉象 除了脉伏以外 还可以见到脉伏朔 消渴 的情况下 还可以见到反渴 这都是在前面 七十一条症状的基础上 在兼有热相的 对不对啊 兼有热相的 就是七十二条的 七十二条 兼有热相 这是一个 另外呢 还有一种 就是说 水热互结 热血偏重的 可以见到繁热 是不是啊 可以见到 脉伏朔 那么水血 偏重的情况怎么办呢 他还可以见到另外一个症状 叫什么症状 叫水利症 我们看七十四条 中风发热 六七日不解尔凡 油表里症 可欲饮水 水入则吐者 明月水利 五零三组织 也就是说 他除了口渴 小便不利 围热 凡热 脉浮瘦 脉浮 等等这些症状以外 他可能还会出现 什么症状呢 要喝水 喝了就吐 有这个情况 这就说明 他的水啊 水邪 比较重 他不仅仅是影响到 下胶的气化不行 而从下胶 影响到中胶的胃气 不能喝酱了 出现了胃气上腻的现象 所以喝了水啊 就要吐 就从下胶 影响到中胶了 这是五零散的一个重症 水热护结的重症 从下胶 影响到中胶了 但是不管是重症也好 是偏于热血的也好 或者是水热护结 军重的情况也好 他的病机 都是在水热护结与下胶 才会出现 这一系列症状的 那么治疗怎么办 治疗怎么办 治疗只有一条 化气薪水 只能是化气薪水 怎么化气 要通阳化气 怎么薪水 要结表薪水 要通阳化气 结表薪水 这个气化呀 往往要通阳气以后 气化才能够更好的发挥 薪水也是这个情况哦 表气一开 里面的水就更容易流了 知道吧 开表现底 所以用的是什么呢 情况啊 用的是五菱散 五菱散 五菱散是 猪灵十八猪 支蟹一两六猪 白猪十八猪 福灵十八猪 归之半两 上五位 为伞 为伞 做成伞计 不是煮汤喝 这个伞计是很重要的 它对扇水啊 来得很迅速 很快 以白饮和福方寸笔 什么叫白饮和福方寸笔啊 白饮就是米汤 方寸笔 就是 当以前啊 以前的古人啊 那个 用药的时候 用药是不是用纸吗 来包药吗 所以它有一个小刀 那个小刀可以裁纸 知道吧 同时这个刀尖呢 也可以作为一个凉器 挑起来 一方寸笔 就是那么多 一个匕首啊 一方寸 一个方寸那么多的 匕首尖尖里面 就是那么多 那是一个凉器 每次呢 就是那么多 就是那个匕首挑起来的 那个尖尖上的 一方寸的那么多 白饮和福 用米汤来和福 方寸笔 就是方寸笔的散 祭 木木 日三福 一天三次 后面一个很关键的 交代 叫多饮暖水 汉处欲 你看 它的契机走向 还是从表而走 它要从过汉处 而达到 并写好 所以我刚刚 跟你们讲了一个 我说什么 寻水啊 哦 结表寻水 怎么结表啊 它是通过汉处 而达到的 看到吧 所以读书啊 这些地方都要用心 你很有很多人 妈妈呼呼一眼 就缓过去了 不知道 这就是奥妙所在啊 多饮暖水 增加汉源 同时和鼓舞汉液外出 暖水啊 就是 开水 那么出现什么情况呢 出现汉处欲 汉一出就好了 表气一开 这样的话 气花一行 小便怎么样啊 就腻了 小便腻了 所以如法将息 这个方子 朱灵之蟹呢 是单身泥水的 复林白猪呢 是健脾沥水的 柜子在这地方呢 可以结表 也可以通阳 所以这几个药在一起 正好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 通阳化气结表 沥水的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的房子 所以武林散 武林散的用途也是非常非常的广泛 用了很多 所以他经常用于是什么呢 用于一些人体的水液代谢失常的 这些症候 出现了一些慢性肾炎啊 美利尔士综合症啊 或者是水泻症啊 出现了小便不利 呕吐 口渴 出现这种 还有呢 表现不解的一种腐肿 这种腐肿呢 尤其表现的是脸肿 肿泡泡的 这种情况 有时候呢 还有表现的就是腿肿啊 腿肿 这个比较多见 好 我们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